我是三马小沁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点信用卡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如果信用卡余期 银行会收利息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规定 不仅余期要收手续费 信用卡的钱如果多还了 你想取出来的话也是要收费的 8月1号公商银行发了一个通知 信用卡里的一缴款取现的时候 要收取1%的手续费 最低两块钱最高不超过100块 什么是预缴款呢 估计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给大家解释一下 预缴款呢 其实就是用户还款式多还的资金 或者是存放在信用卡账户内的现金 如果你想把这部分钱取出来 现在是需要缴费的 听完这个消息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我经常多还钱 现在卡里有不少的预缴款 那不想被多收费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你不取现就不会被收费 你可以让这个钱待在这个账户里 用一下次还信用卡 也可以用来直接买东西 把它给消费掉 但是你不想让它待在里面 也可以转到相同银行的储蓄卡里 这也是不收费的 自我提醒一下 除了工商银行 还有14家银行也这么干了 比如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广发银行等等 费用大多是1%或0.5% 像中国银行的收费规则 就是按照提取现金额的1%收取 本地曲线最高收8元